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今年 因为我会说中文 我才有机会和14亿的朋友们大发牢草 怎么不给我半签证啊 我先介绍我怎么对中文感兴趣 最开始是因为我觉得汉字很有意思 但是我学的时候很糊涂 老师都教了我 其实汉字也没那么难 This is 山 it looks like a mountain Oh it does This is 日 it looks like a sun I guess a little This is 人 it looks like a person I don't know anyone who looks like a person 我发现有时候中文比英文的更有逻辑 比如说 耳屎 鼻屎 眼屎 好懂 英文的都是 earwax boogers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call that What do you call that 中文很清楚 都是屎 但是英文的一点逻辑都没有 中文甚至说到屎都有了 我慢慢学会了认识汉字 然后我办到中国以后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又感觉到了认字的自豪 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时候 有一个北京朋友带过去逛街 你知道这个标牌写的是什么呢 It says ting 很好 It wasn't easy 作为成年人 我能再次感觉到童年认色的骄傲 Just see what color is the car Blue Very good It wasn't easy 所以我在美国学了几年中文 然后到了中国我发现 我以为我会说的中文我真的不会说 因为我学的是课本中文 和真正的语言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第一次去中国饭馆吃饭 我进了饭馆我以为服务员会过来说 你好请问你想吃什么菜 但其实他说吃什么来着 所以我越来越心疼我的汉语老师 他们都在中国学会了对外汉语 然后到了美国教书他们以为他们的学生会说 Good morning teacher 但其实美国学生都 Are we starting 做汉语老师不容易 学生说的再不好 你多得鼓励 我发现了我的中文老师对我的鼓励 和我的中文水平成翻比 我水平低的时候我就说 你好 说的对呀太好了 然后水平高的时候我就你好 说的不对 敢说老师好 中国文化尊称很重要 汉语老师的一个难点就是得挑出每个学生的毛病 我的毛病是主语 比如说你我这些词用的太多 比如说如果我说你太辛苦了 老师会纠正我 杰西你可以直接说太辛苦了不用说你字了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说的是你太辛苦了 老师有多辛苦我自己都不知道吗 所以我要补充一句 老师们辛苦了 感谢你们对叫汉语的做出的贡献 因为你们叫语言 我们才有任何交流的希望 因为我们有交流的希望 我的账号才有任何发展的希望 所以非常感谢冯老师 感谢社会 也感谢所有的教书的朋友们 我是艾杰西 我们下周见 Are we done? 朋友们好 如果你的组织想请我讲段子 你可以私信我 我现在没有事 Curry got 62